凤林镇的长桥里 长桥国小旁边 有一块凤林镇公所整理出来的生态池 环境相当的优美 由于生态公园优美的环境靠近台九县 凤林镇公所希望未来能够提供游客的休憩使用 并且凤林镇公所也计划未来编列相关的预算 打造成为当地的聚会所来使用 让原本杂草重生的空间创造出不一样的生活美学 植树 种花 人工水池 大草坪 大空间 这优美的环境是目前凤林镇公所在长桥里 积极打造的休闲空间 原本杂草重生的生态池 在公所规划整理之后 成为了当地居民休闲游戏的地点 山泉水涌入的人工池 让这个环境充满了绿域盎然的生机 长桥那个生态池地点是相当漂亮 刚好四面凌路 视野也很好 我们是预计要做我们长桥部落 以及生榮部落的机会所 那我们目前先把环境把它整理起来 有旁边有生态池 有草坪 目前看起来是相当漂亮 那游客或是地方人士 有时候可以去到那里休闲休闲走一下 我想地方我们大家把它整理好一点 比较漂亮 我想不但观光客喜欢来 我们住在这里感觉到也是会很荣幸 环境是靠大家来维护 美丽化由政公所来做 我想常常跟我们里民或者是林长会议 我就在宣导 我们不用坐飞机去到日本去羡慕他们的环境多漂亮 其实我们自己大家努力来办把它做好来 我想我们的环境也可以像日本一样那么干净那么漂亮 镇长向王龙表示 这处公园坐落在台九县旁 以往是杂草重生的一个空间 影响了长桥里的环境美观 在经过整理之后 焕然一新的生态公园 希望能够成为当地居民的游戏景点 还能够让过路的游客来到长桥里 有不一样的生活美学空间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